在這廣大的世界中 至今能存在的許多人類尚未發現的神秘生物 它們被稱為為確認的生物 Undetified Mysterious Animal 簡稱UMA 探索未知追求真理 歡迎來到今天的UMA檔案 各位朋友好事調查員Jester 現在是台灣的月份 天氣濕濕濕的 而在16年前同樣的這個月份 2007年月位於在東南亞的柬埔寨 在野外的叢林中發現了一個刺身裸體的女野人 她不會說任何人類的語言 只是不斷地發出動物般的嬌聲 經過調查後賀蘭發現 這個女野人竟然是18年前 在越南和柬埔寨邊界的叢林中走私的小女孩 而她當時只有8歲 這麼多年她是如何在險惡的野外叢林中存活下來的呢 據目擊者聲稱在發現女野人的同時 還在附近發現了一個高大 全身都是毛的人形生物 當地人聲稱 在越南的叢林中 居住著一種叫做巴圖圖的森林人 就如同世界各地 沉默集的野人UMA一樣 於是越南的民眾認為就是巴圖圖 撫養了這個當年走私的小女孩長大 今天跟大家推薦一款遊戲 Tarket Coup Google Play最佳對戰遊戲 歡迎點擊影片說明連結或掃描QR Code下的遊戲 新玩家只要使用我的特殊優惠碼 Happy Rabbit 就可以獲得Hawk特勤幹員 升級突擊步槍 碎片手榴彈 以及5萬銀幣 Tarket Coup 是款熱血刺激上帝視角 5對5的對戰射擊遊戲 玩家只要移動走位讓轉型瞄準敵人後 系統就會自動射擊 遊戲內可以利用的道具和地形非常多 可以開車佔據高地甚至破壞場景 需要跟你的隊友們擬定策略去雲得勝利 遊戲的畫質精細擬深度很高 像是天氣變化、爆炸、煙霧等物理模擬效果 戰鬥場面十分真實逼真 SWine遊戲中有29名角色 及70多種武器或特殊裝備 每個角色都有不同的特殊能力 你可以透過不同的任務及戰鬥 解鎖升級這些角色及武器裝備 Tarket Coup特別為了農曆新年 舉辦新的Phoenix行動 只要平等在1000中式以上的玩家都可以參與 Phoenix行動的焦點是在遊戲玩家間的友誼 為了實現社區的目標 玩家需要互相贈送盡可能多的禮物 玩家送給好友的禮物越多 他們在排行榜中的排名就越高 就有機會獲得更多禮物 像是主題頭像、帽子、遊戲貨幣和資源 我正在打算邀請我所有的朋友玩這遊戲 並舉辦一個禮物派對 為了獲得這些額外的獎金 其中最棒的獎勵 就是新的史詩級幹員Phoenix Phoenix從亞洲港來給我們帶來爆炸性的表現 在他即將死亡時 將一次投擲兩個手榴彈 並在死亡時同時爆炸 不給你的任何生存機會 同歸於盡 趕快加入遊戲 跟你的隊友們並肩作戰一起完成任務 比世界超過2000萬的其他玩家一起對戰 歡迎點擊影片說明連結或少量QR code下載遊戲 新玩家只要使用我的特殊誘惠碼 HAPPY RABBIT 就可以獲得Hawk特勤幹員 升級突擊不槍、碎片紫榴彈以及5萬銀幣 歡迎輸入畫面顯示優惠碼 根據當年2007年的報導 這名失蹤18年的越南女孩 名叫羅宗鵬 她的父親羅薩爾是一名越南警察 1989年當時只有8歲的羅宗鵬 跟著父親去野外放牛 就在父親忙著注意牛之時 她就突然在越南和肩負在邊界的熱帶叢林中失蹤了 任憑事後父親與警方拼了命的尋找 小女孩就這樣憑空消失了 甚至父親羅薩爾心中暗想 她的女兒很可能已經被野獸吃掉了 但儘管如此 身為父親 仍然沒有放棄尋獲女兒的希望 時間很快過了18年 2007年1月份的一個週末 一群柬埔寨村民在距離柬埔寨首都京邊 200英里出的澳雅道地區叢林中 逮住了一個赤身裸体的女野人 據警官齊本索恩聲稱 當時一名村民在野地上放物水牛時 突然發現自己留在棚屋外的飯盒被人打開 而自己的午飯也已經全部被人吃光 第二天同樣的事情再次發生 第三天她將飯盒留在了同樣的地方 並躲在棚屋中進行監視 結果她發現偷吃自己飯死的 竟然是一個形同野人的裸體女人 第四天 這名村民喊來幾名朋友 不知陷阱設法逮住了這個女野人 然而令她們困惑不解的是 這個女野人不會說任何人類的語言 只是不斷發出動物般的吼聲和尖叫聲 澳雅道地區的警察巨長聲稱 這個女野人看起來像是半人半熟 她整個白天都在睡覺 但整個晚上都會醒著 身形雖然跟一般人類一樣 但生活模式完全跟人類不同 當這個女野人被抓住的消息 傳到羅薩爾居住的越南村莊後 羅薩爾雖然覺得不太可能 但還是抱著一絲絲的僥倖心理 決定親自去柬埔寨看一下 這個女野人是否就是她失蹤的女兒 當羅薩爾一開始見到 這個已經26歲的女野人後 一開始認為她和自己18年前失蹤的女兒 並不太相似 但畢竟已經過了18年 而且當時她還只是8歲的小女孩 接著羅薩爾檢查了這名女野人的手臂 立刻發現這個女野人的手臂上 有個和她女兒同樣的傷疤 羅薩爾立即意識到 這個女野人正是她失蹤多年的女兒 羅薩爾說當我見到她時 她刺身裸體 用猴子一樣的彎腰姿式走路 她瘦得皮包骨而且渾身顫抖 肚子看起來很餓 急忙的用手抓飯吃 雖然眼前的這個女人看起來 不像是正常的人類 但我知道她正是我的女兒 當我看到她手臂上 小時候被倒戈上的傷疤時 我更加確信了 她就是我的女兒 找到失蹤18年的女兒 身為父親的羅薩爾 當然是高興極了 她在柬埔寨村民的幫助下 將女兒帶回了自己的越南村莊中 但這個女野人顯然沒有認出自己的父親 畢竟在野外生活了18年 小時候的記憶可能也已經所剩無幾 一開始她拒絕穿衣也拒絕洗澡 當人們試圖為她穿衣時 她失碎了身上所有的衣服 她也拒絕用筷子吃飯 並試圖襲擊靠近她的人 此外她還數次試圖在逃回叢林之中 在人類文明的世界 對她來說反而是種牢籠 由於女野人羅宗鵬 失去人類語言的能力 所以羅薩爾無法得知這18年 一個小女孩是如何在叢林中度過的 羅宗鵬被找到一週後 生活習慣已經慢慢有所改善 羅薩爾樂觀的說 儘管這不容易 但我想她會步入正軌 一個被發現在叢林中的女野人 她的身上實在是有太多謎團 而羅薩爾後來從柬埔寨村民的口中得知 其實在當時在發現她時 身旁還有一個全身長毛的高大野人 似乎就在樓中棚身邊保護她 但在村民人多勢眾的情況下 野人最終只能懊悔的放棄離開 而村民們議論紛紛並指稱這個野人 就是他們傳說中的巴圖圖森林人 羅薩爾也期待女兒最終能恢復語言人力 並向外界陳述18年在野外生活的過程 看是不是真的是巴圖圖扶養了她長大 巴圖圖據稱是棲息於越南霧光縣 以及越南與遼國和柬埔寨交界地區的一種人形神秘生物 與現今世界上許多野人形幽媚類似 可以說是東南亞森林中的大角怪 霧光縣是英國生物專家馬進仁博士 發現了幾種新型哺乳類動物的發源地 馬進仁博士聲稱在1970年首次觀察到的腳印 使她相信類似於圓然的人科生物就棲息在這裡 而且數量應該有一定的族群大小 而有一派的神秘動物學家則認為 巴圖圖森林人是質疑人或尼安德塔人的後裔 據目擊者敘述巴圖圖身形高大 至少超過2公尺高 除了臉部以外其他部位像是手部、膝蓋、腳部 以及身體其餘的地方都披著濃密的毛髮 毛髮的顏色從灰色、棕色到黑色不等 這種人物跟人類一樣用兩條腿走路 東南亞的目擊者們常在遠處看到這種生物秘食 從水果和樹葉到小型動物 研判是屬於雜實性的生物 麥基隆博士1975年出版的尋找紅原一書 描述了他的經歷還發現 最早於1947年一位法國殖民者 就曾經目擊到這種動物 把他稱之為野人 巴圖圖最常在人機罕至越南叢林生處被發現 他們是以群體生活的方式 這與被認為是獨居的美國大角怪相反 巴圖圖似乎不太對人類感到恐懼 一部分可能是由於從來沒有接觸過而感到好奇 因為他們生活在人類很少的地方 另一部分可能是由於他們體型上的絕對優勢 人類對他們來說夠不成威脅 所以並不感到害怕 而巴圖圖最密集也是最知名的目擊事件 都是集中在越南戰爭的時候 在當時叢林的原住民 偶爾會發現巴圖圖在叢林生處出現 但只要保持和平的舉動 巴圖圖是不會隨意攻擊人類的 所以原住民都能與巴圖圖共存 彼此尊重且各過各的生活 直到美國大兵們因為戰爭的緣故來到這片森林 西方世界的美國人看到如此巨大的神秘生物 想必是馬上拿起手上的槍去防禦 而這無力的舉動也讓巴圖圖們瘋狂 舉動美國大兵在暗夜裡 被巴圖圖拖進森林生處後永遠消失 附上慘痛的鮮血代價 巴圖圖的目擊事件在越戰期間非常普遍 以至於1974年越南人民軍中將黃明草下令要求一支探險隊 去尋找該物種的證據 但此次的遠征最後並沒有成功 越南國立大學的教授並沒有因為這次失敗的氣餒 他親自領導了另一次尋找巴圖圖的探險 但很可惜的最終也沒有成功 巴圖圖的唯一證據 是1982年由河內師範大學的陳鴻月教授在叢林中發現的 他在叢林中找到了一些奇怪的腳印 這些腳印很像人類但大小巨大一眼就知道不是人類的 他製作了腳印模型而公開於世 但這腳印到目前為止 還是無法直接證明巴圖圖的真實性 一些人認為巴圖圖的目擊事件只是對猩猩的誤認目擊事件 猩猩確實曾經生活在越南的叢林中 但在那裡已經滅絕了數千年 也許這些猩猩中有一小群並沒有滅絕 而設法在叢林的偏遠地區生存下來 並隨著時間的推移演化成他們自己的牙種 所以當地人看到原本認為不屬於這裡的物種 才會誤認成是野人 另一種可能性是 由於戰爭時各種生活條件的極端壓力 巴圖圖只是士兵們產生的幻覺 也許一名士兵產生了這些生物的幻覺 而口傳出去的故事有了自己的生命 每一次經過不同的人的複數都變得更加精彩 但是這並不能解釋為什麼戰爭的雙方 美軍與越軍的士兵都曾有巴圖圖的募集報告傳出 好的 神秘的越南大角怪巴圖圖 以及在森林中生存18年的女子羅宗鵬 養者到底有沒有關係 目前還沒有直接的證據 但神秘生物撫養人類小孩長大的故事 的確非常精彩 也讓人有想像的空間 你們認為這是有可能的嗎?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是Jester 我們下次見 之前我聽到詞 Jenna 同場北 ? 你 還是 ahí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